270 《文匯報》 港匯穩未撤資陳家強與冷靜 2015年7月9日財經A02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吳遠寧 受A股大涉及稀債危機升級雙重夾擊 港股座爆發股災 次一度勁的如2100點 跌入熊市區域 市場恐慌氣氛籠罩 政府 金管局或港交所作均表示 港股大幅波動 是受到希臘債務危機及內地市場波動 兩個外遺因素所影響 強調香港市場運作順暢 將繼續留意股市走勢 呼籲投資者應次審慎態度 做好風險管理 處理財政司司長陳家強作表示 本港股市作大幅波動主要受內地股市去槓桿化 和希臘債務危機拖累 為港股造成壓力 他強調 港元匯價和港元策息都運作暢信和大致平穩 證監會亦會繼續為證券行進行壓力測試 已確定有足夠的流動資金 繼續跟進並加強市場監察工作 確保市場上沒有不正常的交易行為 據了解 證監會作早已查詢部分證券行的資金情況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指 經濟的運作未受到股市急措所影響 增指 0011執行董事馮孝中表示 港股大幅波動 會市的反應會稍為滯後 港股可能會弱歇 但暫時對金融市場影響輕微 亦未見資金大舉撤離 港股昨晚8時30分報7.7532 交上日的7.7553略高 市場有聚運作盡力加強監管神 加強俗強調 香港對於處理金融和股市波動有相當的經驗 昨日無論是匯價 息口及市場運作和交收 全部都有聚進行 市場上亦有足夠流動性 相信港交所能夠繼續保持高度監察 至於中央提出各項穩定市場的措施 陳加強認為需要時間去看成效和相關的影響 他呼籲投資者保持冷靜 提高風險管理意識 政府和監管者會盡力加強監管力度 確保市場有聚運作 金管局發言人指出 雖然香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加 但港匯和利率大致保持穩定 會使和銀行間市場繼續有聚運作 香港銀行體系有高度流動性 足以應對市場波動 當局有需要時會向銀行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援 呼籲投資者保持冷靜 審慎管理風險 周崇江 無意出手干預港交所主席周崇江表示 港交所將密切留意股市走勢 確保市場在風險管理下交易有罪 強調近日交易運作暢信 無意出手干預市場 呼籲投資者應審慎小心 深思淑淚財入市 她認為 在本港上市的公司大多擁有內地資金和業務 受股影響屬正常 香港整體市場股值保守穩健 並有 Já邊看不見 教他們股數不見 警告 旅行 旅行 又